美国官方4月份时为了谴责中芯非法出货给伊朗 因此宣布禁止美国企业销售零组件给中芯 时间长达7年 导致这家中国第二大电信设备制造商营运陷入停摆 不过川普政府前几天宣布打算恢复和中芯合作往来 这几天川普团队上上下下都忙着张罗这件事的细部内容 根据知情人士透露 川普政府将宣布对中芯通讯寄出高达17亿美元罚款 中芯还可能被要求交付第三方托管4亿美元的账户 尽管美国之前允诺中芯重新营运 但会先对他加以重罚加强管制之后 才会继续和他合作 另外美国也希望中芯董事会和管理阶层最快在一个月之内换人 但双方尚未敲定最后协议 有消息人士透露罚款金额和条件可能会因此生变 根据路透社报导指出 美国商务部将前往中芯现场查核 美国零组件的使用状况是否如中芯通讯声称的已经改进 并且要求将产品中的美国零组件数据公布在网路上 而这部分美国希望不必透过中国官方共同商议 听起来美国政府审查严格 但也有消息人士表示 川普政府打算在检视之后降低对中芯的罚款 到时候中芯可能只需要支付大约10亿美元便可过关 新闻时事报段有如整理报导